我們問的是台北市的魂魯李佳 討到我們台南市來了嗎? 第二個 我們發現說 這些魂魯李佳的主管 其實是環保署會館處 我們有一個文發現 我們環保署會館處處長 竟然扮演幫業者關收的角色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相信他 以後說要請專家去做稽查 或者我們說他會提升魂魯李佳的品質 有可能嗎?當然不可能 去年環保署的藍區督察大隊 去應成公司機場的時候 發現那個堆滯的位置是在移動異常 然後魂魯李佳的品質也異常 結果藍區督察大隊把它判定為叫做蕙琪 可是在屏東縣環保局 以會館處處長的官說之下 這個沒有依蕙琪華來起訴 我們的官部門都是幫業者在講話的時候 所以才會導致今年半年之內 我們台南市竟然跑進來的十萬噸的魂魯李佳 我覺得我們好像變成台灣的次等國民